我們在人生當中呢 有很多分數 其中有個分數不一定 不一定觀眾本人會用得到 可是呢 我們在介紹這個人的時候 常常旁邊的人會用得到 就是這個人的外表到底打幾分 我們在演藝圈裡面 好像很喜歡講人家 比方說如果有個新人 我們會說那個新人 大概歌聲100分 可是外表70分之類的 你是很喜歡這樣打分數嗎 你不打嗎 我也愛打 自己照鏡的時候 最後也要打分數嗎 自己不會打分數 只會想說 怎麼每天都這麼漂亮 就整個鏡子爆掉就是100分 可是如果幫朋友介紹男生 會講說那個男生氣質90分 可是外表60分之類的嗎 會 會簡單的描述這個對不對 所以呢 我為大家 準備了一個樣本 因為正在看電視的人 可能現在正在想說 要給自己從1分到100分的話 打幾分 那我們找一個比較 中庸而正常的外表的話 就在我的旁邊 所以... 上隻天吻 下隻地理 開關 翻掉... 翻掉... 承翰點 恢復承翰點 來 承翰點 是 你給自己外表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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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說我自己稍微抱低一點 所以你 我還沒有及格嗎 你在我心中就有分數的耶 真的 所以是比及格再高一點的 有一個很明確的分數 如果承翰點的外型 如果要跟我朋友形容的話 大概就是24分 24 為什麼會那麼低啊 差不多吧 他可以 他絕對有60啊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邀請了一些 非演藝圈的人來 接受演藝圈的人的評價 這些非演藝圈的人 他們現在身上呢 都已經貼上了自己 給自己打的分數 而且我們很過分的就是 我們讓他們坐在中間 然後把明星請到了旁邊去坐 我們先歡迎中間的這五位 好 你們好了 歡迎五位... 好 那等一下要對這五位 進行評鑑的明星們 坐在我們的木箱子上面 歡迎這位 謝謝 可是今天明星評鑑團 只有五個人 可是呢 陳偉銘知道詹子晴要來之後 他就是愛好 因為我記得我們 我們是沒有發他的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位置不夠 他就是硬要擠到旁邊去 而且你有看到他今天 為了迎接詹子晴 穿什麼樣種的 而且他還穿了亮皮衣 他穿了那個皮衣的西裝外套 好帥喔 真的好帥喔 輕輕打扮 這種熱情真的很感人 所以放下自己的正規的工作 然後要來看子晴 三點就起床到現在 對 我剛剛不知道他今天會來 你是本人被我們邀請的嗎 是... 我模仿得還像嗎 我們呢 有一個簡單的標準就是 如果等一下評鑑後 有人能夠超過這五個人當中的 最低分 就可以爭取到多出來的一張椅子 坐回那邊去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五個人呢 他們打的分數 最靠近小S的Erica是80分 第二位是萱萱 她是95分 超弱 掉了 掉了 變59分 連直都不現啊 對啊 愛麗克斯95 馬克85 最後一位是寬寬... 10分喔 寬寬換一首拿面具喔 真的假的 101分 是破表的一個分數 覺得王力宏幾分 還輸他兩分 他很帥耶 所以你贏王力宏的地方 是眼睛嗎 還是 眼睛吧 超個節目 我們先找一些參考的價值好了 就Jacob 你走到...是下面來 Jacob幾分 69 他69 我24分 你要給一個平衡標準 到底在哪裡呢 很合理啊 中國 你認為 我覺得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說的滿有道理的 他真的比你帥了很多啊 你心目中有在想說 他怎麼會有101嗎 他就自信吧 他覺得他自信 他會覺得說他自己有101 所以如果你看他的臉的話 你會有別的分數吧 我覺得如果說其他人85的話 他大約75吧 所以就是 沒有人會被自信心影響啊 就這麼誠實啊 Jacob 謝謝你 請坐 快回去了 不是 你知道我跟我有一個要求 你可以跟沈玉玲剛剛站在一起嗎 因為他們穿衣服很像 你們還這樣... 今天那個配色好像很接近 我覺得他好帥 這是一個... 你會不會很帥 男子團體嗎 那你給我幾分 你... 他給我200分耶 你叫我跟幾分 200耶 他給你200 叫你坐車回家啦 你坐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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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約好 你們今天是來打歌的是不是 沒有... 真的喔 男人的單親爸爸 等一下再敘舊喔 爸爸怕冷 裡面多穿一件衣服 S 我覺得馬克應該算好理解吧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要看馬克喔 Mark 我數到三 請你把面具放下來 1 2 3 請看 又是馬克 滿可愛的 符合85嗎 滿符合的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他算中肯 但他身材應該滿好的 他應該是運動員啦 對 很健康 他肩膀很軟 遮住好一點 對 馬克 你是... 你現在衣服底下的身材 是很好的那種身材嗎 以前球隊有練過 看一下 真的嗎 而且他肩也非常好 相似 我應該穿外套吧 他身材很好耶 要驗一下嗎 好 來啊 驗一下 把你自己當成楊日松 你要用...對 要用... 可以動 可以講話嗎 可以 你不要這樣用糊的 這邊還要有 你不知道 沒有...沒有辦法 不是 我說用胸部打發 我沒有看出來他是肌肉男耶 對 他是肌肉嗎 是肌肉很硬 結實 是喔 所以如果他的身材 跟潘老師的身材都差不多好 可是如果臉的話是... 馬克啊 勝過... 誰勝過誰 潘若婷給自己幾分 80分有啦 你怎麼變客氣了 不是 我是覺得 其實還是要保留一點嘛 他都24分了 看 我們不能講太高 他若迪說他穿白衣服的時候 分數特別高 很特別吸引人嗎 他說他穿白衣服的時候 就是會引起尖叫聲 白衣服大家都會引起尖叫 這是鬼啊 至少在我那個領域裡面 你真的有研究過這件事情 你白衣服特別受歡迎嗎 對 他穿白衣服的時候 膚色比較好看是不是 太少人可以穿全身白的白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如果是白的是那天 全白 你站起來我看一下全身白的意思 對啊 從頭白到尾耶 連手錶都是白的 可是男生好像很少會穿 那種型的毛衣耶 他是有點雪花型耶 我問你 全身白這件事情 不會在心裡面有三條線嗎 蠻多線的線 尤其白皮鞋這件事情 不是要白就從頭白到尾嗎 對啊 突然是黑皮鞋也怪 那你這個褪色的是不是 變紅 褪色的 所以你80分 然後你可以接受Mark 85 可以啊... 所以你有覺得他比你帥 我覺得啦 因為我覺得他很像成龍那種感覺 成龍 那個鼻子 對 你是不是有點期待 我們說他比... 你說他比你帥 我們會說不會啊 其實你比較帥 沒有 沒有人要講這句話嗎 沒有...不會... 你們都會接受Mark比他帥 當然啊 當然啊 對啊 不要年輕啦 對啦 潘老師... 你如果說他跟沈玉琳比 我們就答案結果可能會成交 你看潘老師不用... 所以潘老師都一隻腳踩進粉部 對啦 也不是這樣啦 身體健康不要平靜去 所以Mark外國回來的人嗎 對 我在國外...在美國八年 難怪... 那你有想要當年輕嗎 有想過 可是還沒有被發現 你有試過把這些照片 送去經紀公司嗎 這個沒有 那你打算怎麼被發現 我是有去就是像這樣子節目去 你上過很多其他綜藝節目嗎 也沒有說很多 就是幾個而已 結果有人對你... 有興趣把你簽成藝人嗎 沒有 玉琳兄 如果是你經紀人的話 會簽嗎 我倒覺得他就是可以走這個 潘老師的路線耶 因為潘老師這個 他市場上很獨有的 那就已經潘老師就在了 潘老師快退休了啊 對啊 還沒在家帶小孩 對 他老婆要生產啊 我很好奇就是Mark如果85分 然後帥度打敗了已經在線上的藝人 他卻依然沒有辦法成為藝人 對不對 他具備那個感秀的特質啊 對啊 我要是他的話 他身材也不錯嘛 等一下就照你的時候 衣服... 就脫掉了 是 他就弄起來了對不對 他始終就是很腰腆 對 因為他... 如果我們不叫他脫毛衣的話 他連毛衣都照著了耶 就更沒有... 因為你要做質感可能會變差 對 沒錯 可是S Mark整體身材的分數 我覺得大概75吧 所以除了肌肉之外是高度嗎 就是他整個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好像是被壓縮過的 腿比較短 可以請...方便請教一下 你幾公分高嗎 我173 還行啊 他好像就是上班族裡面 稍微比較有在練身體的人 173在演藝圈... 可以啊 他們Cruz也不高啊 對啊 他們Cruz也不高啊 他又不是 他可以啊 可以變 你們覺得173 不會限制演藝發展 看什麼路線吧 對啊 不算是突出的條件 不然就要走納豆的路線 也不夠矮 很多人也不高啊對不對 納豆路線很難走耶 很少見 潘老師是165吧 沒有啦 163 妳有170 妳有170 妳有170嗎 有啦... 妳有170喔 我有170 妳放這個壞了吧 加斜點170 加斜點 所以這樣就知道了 所以台灣演藝圈 沒那麼嚴格要求男生的身高 男生身高太高是不行的喔 你如果在跟女主角對戲的時候太高 你是很難找到可以 跟你搭配的女主角 OK 所以這個人的分數 跟自己的自我形象是符合的 差不多... 好 Mark 謝謝你 請坐 謝謝 謝謝